我好伤 我好伤 马晓桃首次登场 这个颜值形象小伙伴们会给几分 别看现在的马晓桃轻力脱俗 他不久前可是差点要了霍宇浩和王东的命 而发生这件事还要从霍宇浩晕倒 扶下悬水丹后说起 话说悬水丹药力温和 具有洗精一髓的音效 可却有一个副作用 那就是会将人体杂质排出 并散发出刺激难门的味道 难怪之前王东会离开宿舍 只是苦了其他宿舍的人 他们大晚上的直接被虚告受不了 闹出了不小的东京 被吵醒的霍宇浩看了看身上 浑身无垢 且气味难闻 自己都受不了 后来足足洗了一晚上 才将气味消除 正巧一日之际在于晨 霍宇浩加紧修炼 此刻他全身的经脉已经变得畅通无阻 必塞迁薄的地方也拓宽加厚了不少 且自己魔童进入到了入微警戒 正当他以为是睡了一觉的功劳时 王东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确认没有问到后 便和霍宇浩解释清楚 选水单的功效已经副作用 紧接着他又向其索要进程损失费 可就是这早饭差点让两人小命不保 他们本来已经吃完 来到了海神湖边欣赏美景 可宁静暗想的氛围下 突然有红色光点靠近 在霍宇浩仔细磨头的观察下 直见一位一袭红衣的少女 周身不满火焰在湖面奔跑 其后凤凰腾飞散发出暴力的气息 实力一看就很强 然而此刻的霍宇浩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前进的方向正是他们休息的地方 两人不假思索 撒腿就跑 只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已经向着他们袭来 随后砸在地板上 那个红衣少女的身影浮现 不过他现在状态异常 散发出的火焰直接将周围烧毁 王董想带着霍宇浩逃 可他们已经被四面围困 在红衣少女的强大火焰攻击下 两人很快坚持不住晕倒 眼前自己选中的人被欺负 天梦气得不清 他直接附身霍宇浩 顿时极致冰寒的力量扩散开来 随后在他的操控下 霍宇浩抬手点出煞翼灵人的意志 将红衣少女击飞 寒意在扩散 就算气有竹儿的凤凰火焰 也要被纯粹的寒冰之力动中 落入宫内 解决完红衣少女 天梦发现霍宇浩的身体素质强了不少 第一道封印解开了一些 他也可以多给点力量 可就在这时有人到来 天梦只好先下线 顶随其后 几位强者相继出现 其中一位叫做严院长的 在检查完霍宇浩 王东无碍 只是婚聚后 他便让称呼为庄老的人 为两人疗伤 而他们此来的目的 则是要找寻红衣少女 也就是马小桃 在找到后 他们便离开了 只留下庄老善后 此时内警中 霍宇浩已经清醒 天梦将之前的情况说与他听 并告知自己因为动用了本源之力 一年内无法再复身 便选择了睡去 另一边 回到内院的马小桃还在昏迷 他浑身热到不行 然而随着之前的回忆涌现 他很快便醒了过来 并且身上的热量已经消散 严院长也一直在旁边守护 从两人的交谈中 得知马小桃因为压制不住邪火 且没有和严院长说 才显现尿称大祸 此刻的马小桃也十分自责 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压制住 我还以为我能控制得住 当然 他也好奇能压制住他邪火的力量 只是从严院长调查的线索中 除了知道那股力量 属于极致的冰属性外 再无其他 至于使用者 他也对霍玉浩王东做了被调 可两人都没有使用 这么强大能力的可能 他们的背后 也没有擅长寒冰属性的人 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 外院的霍玉浩王东都已醒来 庄老为了让他们将之前的事保密 送了两颗生魂丹便离开了 两人看着手中的珍贵丹药 也是欣喜万分 生魂丹可以提升魂力 相当于30级 可以提升到31级的魂力所调 之后 霍玉浩随着唐雅摆完谈后 便又开始修炼 接下来的日子里 也是同样的摆摊加修炼 而时间也很快来到三个月后 霍玉浩迎来了新生考核 考核分三人一组 每一组最多一名强攻系浑师 且最后会淘汰一半的学员 霍玉浩他们需要写下修炼方向 可老师收到医院表 确实被气得不轻 霍玉浩王东萧萧竟都选了控制系